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求很简单道歉 应该跟当年的受害人道歉 今天我们站出来以外 目前我们在联系东南亚各国的华人 以后我想日本人不会安静 我想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的华人 我们都联系了 让大家一起在日本各国的领事馆前面 树立欧阳府的提供 一定要让日本人向全世界道歉、认错 我想最近我们跟东南亚一些华人联系 他们也愿意站出来 所以日本政府不道歉 将来你们的麻烦不只是在台湾 总裁蔡润府算认过被认为比较魅力 但是日本认为说他们跟日方有在交涉 像这个未来不道歉的事情 你怎么样看? 看结果 嘴巴讲没有用 蔡英文给警察的压力 保房主把她请去 说中央给她的压力 要叫她停止 我们同事讲 日本人道歉就停止 不然 你让我继续做老 我们还有人会继续千呼后继 蔡英文本身是一位女性 有没有为台湾的女性同胞想一想 没有 对不对 让安倍出来跟大家道歉 是不是? 这简单的事 有没有诚意 那德国人 可以到波兰下跪 为什么德国人现在值得大家的尊敬 德国人现在对二战的罪行 包括两个中国游客 在德国的国会大厦面前 只是这样子想 希特勒的禁令 马上被 马上被起訴 人家这样子 希特勒最起码 自杀一切死人 日本人强调武士道精神 叫大家切副 这个裕人怎么不切副 怎么投降呢 这是日本人的精神吗 人家希特勒 掀起了战争 自杀 你遇人 大东亚共农天 万一胜利的谁是老大 遇人 死了几千万人 失败了 是不是应该刺杀 对这些死难了 双方的军民 没有 这样做到了 这就是日本精神吗 日本人该思考 常愧 不要把武士道精神 高产入狱 你做到没有 你做到 你做到 但是你天王刺杀 我们还好受 你 结果没有 你在麦喀萨面前 摇尾其连 跟麦喀萨讲 对不起我不是神 我是人 饶我一命吧 这就是日本人 武士道精神 骗人 那德国人还有歧视行动 对不对 但民进党 还有一些企业家 民进党是个 媚日的集团 台湾媚日媚到几点 我就讲了许文龙 我不想台湾人 可以容忍这种人 许文龙 见到日本记者 讲一句什么话 我们台湾女人 替日本人做威安妇 是出人头地的 我正想问她 是你帮她告诉你的吗 许文龙 这是你母亲的亲身经历吗 你怎么知道 人家是出人头地的 现在台湾真的是很可悲 日本是胡适不胡敌 你是强势她胡敌 日本只怕一个人 怕美国人 也怕她 对台湾人 最看不起的台湾人 她也知道台湾人最巴结日本 我知道嘛 扶导女生 台湾决的钱 最多 结果怎么样 还不然渔民到钓鱼潭怎么样 不知道 你越发掘她 越吃力 你就像韩国人家 拿股签 我们会每天来 事实上每天来 但警察不就有幸福了 明明是中华民国的警察 现在进 但日本的省卫队 这是一个非常安倍道歉 就很简单 大家准备 就和谐了 人家德国人可以下会 德国跟全世界和谐的日本人 72年没有做这个 这72年 除了八截美国人 什么事都没做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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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